我一直狂抓 你一直被叮還是怎樣 今天晚安 什麼提示 怎麼回事 大家又見面了笑死 大家又見面了 易凱晚安 桃華哥晚安 大家晚安 滴滴晚安 晚安我今天想跟大家 做一個EMO的結尾 然後 還有就是我想要 再額外介紹一首歌 然後順便跟大家聊聊我自己 就是 從那首歌裡面 南方天博晚安 謝葉康的純潔白荷花 卡丘晚安 大丸八卦掌晚安 對了大家有 我這時候應該要播那首歌啊 等我一下喔 我不知道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我的IG 就是我PO了500的 cover 突然想到 不是突然想到 我每次看到加少我就會想到柯柯欸 然後我就想到柯柯又沒有這次來了 愛你喔 加少 悠悠超好聽的 大家有聽到我IG放的cover了嗎 大家有聽到我IG放的cover了嗎 唯偉師晚安 想對你的回憶 暖暖重來 重來 突然之間浪漫 不法是 跳 嘿 當天 你給的愛 無助的等待 是否我一個人走 想聽見你的挽留 乘風秋雨飄飄落落 只為寂寞 你給的愛 更美的傷害 深深的鎖住了我 隱藏不住的脆弱 煩惱哼水 將我衝向你的心頭 不停留 喉嚨休息時間 鎖住了你 擋你的心 lock on 嘿嘿 所以一直手拿麥克風沒辦法 大家有被我鎖住了嗎 嘻嘻 幫 嘿嘿 所以暫時將你眼睛 閉了起來 欸這才要開那個啊 回音 心懷 無恥中的人群 肩散開 嗨 應該 就是 現在 你給的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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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想問問你的心中 路人面對的不懂 明天之後不知 是否依然愛我 愛我 愛我嗎 說愛我 是否依然愛我 無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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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500的 Let's dance 大家有去 大家還沒看影片 趕快去我的IG上看我的卡片 喵喵 妄想業自負晚安 晚安 賢米酒男生人棒 謝謝 泡芙大叔晚安 喊喊 怎麼突然喊喊 冥魂王 泰德晚上好 對 大家 沒有看我的Cover 趕快去看 快點去看 來 浪克晚上好 欸咻 謝謝草莓獎木寶箱AG 謝謝草莓獎 sing a song 謝謝家裡主要告白氣球 心愛的愛上你 從那天起 貓媽媽晚安 明驚晚安 晚安 好 大家晚安 晚安時間 結束了 今天的主題呢 指定聲音好像變得更清透了 清透嗎 真的嗎 你給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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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媽媽媽是你 然後前面 是這樣嗎 俊如晚安 好 會常來的 我當然知道呀 豬諾粉絲 我跟你們說 我也最喜歡 豬諾 我在玩遊戲裡面 最喜歡的 角色 就是那種 玉姐角色 所以我很 會很喜歡 面面的角色 應該感覺變得更舒癢 壓抑感 壓抑感變少 真的嗎 應該是唱 的情緒的關係吧 就是感覺比較 用比較沒有什麼 應該是情緒吧 就是 外面有那種 的那種感覺 比較清脆的 聲音的感覺 We love she lie 古之馬晚安 鹹魚晚安 七耀千童晚安 謝謝可可的心之罐 好 我今天的直播呢 就是 這裡有人 也是從EMO 跟到現在嘛 因為我今天要講 EMO的結尾呢 我還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然後 再講到關於我自己 就是的一些想法吧 我覺得很 欸 其實好像有一陣 很久一陣子沒有跟你們說 這是自己的 就是 心靈交流 之類的 都是講別的 別人的心靈交流 就是類似 介紹其他歌手之類的 還是我從來沒有跟你們心靈交流 好像 好像 也還沒有 有嗎 或是已經很久 因為我沒有什麼印象 像我們 你的身中 無願面對 舉手 心靈交 熟心鐵熟心 就是心電心 這時候我們就想到我們的兩咪大舞團 也不算心靈交流啦 就是 想要跟大家說我從這首歌裡面 喔對 那應該算是心靈交流 就想從 那首歌裡面 跟大家 稍微 就是 交流一下 你給的 你給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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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看到 剛剛有跳下來 之前三六五跟三十應該算是心靈 嗯嗯 那種就算是 介紹歌手也算是有交流 好像也是欸 突然發現自己好像常常跟你們講一些 就是 比較 不是閒聊類型的東西 因為 這個主題的關係吧 其實我有一陣子 我有一陣子就是 都沒有在介紹歌手 那陣子好像幾乎都在閒聊吧 那時候就是 覺得 先該休息一下 不然 怕會膩之類的 然後 所以現在重新開始又好像不同的方向 然後那時候我還在想要怎麼把這個變得更好之類的 或是還可以講什麼 那段時間啦 就是好像幾乎都在閒聊 就是有沒有 講到自己想法之類的 對 喔對分享自己想法還算是 歡迎歡迎晚安 就是我發現我好像常常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 櫻頭貓晚安 貓頭鷹還是櫻頭貓 貓頭鷹 櫻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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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個封印喔 其實我 之前有講過那個封印是什麼 那個封印是 就是裡面放了很多我國小畫的東西 還有我以前畫漫畫 反正是我小時候畫的各式各樣的東西 然後我就 就是我不想看那些東西 可是我不想把它們丟掉 可是我想要叫別人就是 就是之前我同學來我家 然後他們就沒有 就是覺得那個可以翻的東西 然後就把它打開了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 就是為了避免 以後有同學來我家 會把那個櫃子打開 我就會在下面貼一個封印 就是那時候國中的時候 之前直播有拿出來過 喔對 之前有拿出來過 可是我沒有全部拿出來過 因為不是全部的東西都可以給你們看 因為有些東西太 兒童的時候 就有點害羞這樣 而且封印不行 我之前就有給你們看過 那直播有夠精彩了 對 大家有興趣 歡迎去補蛋 OK 搞不好未來我也會某天 跟大家分享 但是不會是今天 看封印非常打開 大家會想打開嗎 欸 裡面超滿 現在還有許多寶物 對 裡面有非常多 就是令人羞恥的事物 竟然是兒童結心 Tomo晚上好 孫雷晚安 你來了 老三晚 之後還要魔法症解除封印 讓他還原嗎 要讓他還原嗎 嗯 之後可能會有機會 但不會是今天 CK運晚安 兩次了 我這首歌 因為放進去 放進去 那把那放進去是怎樣 封印香我還 我還你原心 我剛剛看到有一個日文留言說 就是這個歌詞很漂亮 然後會去探索 就是 欸 欸不是有一個日文的留言說 這個歌詞很漂亮 會去探索一下日文的留言 是這樣嗎 好酷喔 放一下我還你原心 有他分享去吃肉丸 哈哈 牛肉丸 晚安 牛肉丸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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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KU 空空晚上好 所以我今天其實就是要 差不多 總結一下Emo這個曲風 就是我之前的每一個單元 然後還有最後就是我想跟他分享一首歌 然後順便講一下自己的想法吧 就是從這首歌裡面 講一下關於我自己的想法 庫洛魔法精靈 其實我沒有看過庫洛魔法師 但是我知道我姐很喜歡 然後她之前還買那種很大的卡 還有魔法棒 我覺得超鏘的 大家大家好 這三個 其實也沒有算上課 這是一個總結吧 來播一首Emo歌吧 來播我最喜歡的 歌手 Mars 還有Tyson Yoshi 就是如果是華語圈的Emo的話 我最喜歡他們兩個 也是只有他們比較紅吧 沒有啦 還是有其他的 但我最喜歡的是他們兩個 找找 開賭盤 結晶帶有人 啊 我要忘記 我是白癡 默默晚安 呃 而且 默默姐姐晚安 突然想到 這是 竹杯女選的部分 我猜不會 主題題題 好 那我們要開始我們的話題喔 結晶晚上好 好 晚上好 默默 距離上一名還差兩顆鑽石 沒有 我剛剛 失望跳出來 我就唸了一下 這樣 好 那我要 誒 陳晚安 每次都提醒一次 想要救你 想要救你 我要來講囉 這是 那個歌 是 已經模糊的焦距 已經模糊的焦距 耶 按著放下 必須叫 我覺得我應該要從每個人 開始 慢慢 我覺得先來播 Lil Peep 的歌 大家回味一下 謝謝懷懷的LOVE 謝謝懷懷 謝謝懷懷新秀榜 上升至41名 懷懷棒 LOVE YOU LOVE 好 那我要 用這首歌 然後來開始 這首是 Lil Peep 的 Failing Down 還有 XXXTentacion 好 我要來講介紹囉 那 大家還記得 EMO這個曲風是什麼嗎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還記得了吧 就是在我講那麼多 十遍之後 大家應該都對EMO有一定的了解了 就是EMO的 是Emotion的所寫 就是EMO Rap 就是情緒饒舌 最主要算是 最主要是他 欸 弄一下 好 很好網路 網路 沒有斷掉 嚇死了 就是 最主要他算是在表達自己內心的情緒 就是他不同於 普通的饒舌 那種 那種 money money之類的 就是講到金錢啊 或是女人 或是 嗯 比較一些狂妄的表達 之類的 不同於他們 他們比較像是內心的 醒思跟反省 表達自己心中的情緒 就是EMO Rap的旭風 然後呢 對 我相信大家應該 都對這個有一定的認知了 我不知道你們在聽一首歌的時候 會不會聽得出 它是EMO的那種感覺 大家會有感覺嗎 其實我覺得阿媽在一起有一點點的EMO 對 阿媽在一起有一種EMO的感覺 有些歌會讓我有EMO的感覺 歐亞馬哈捏娘晚安 真的是老實是先複習 對 要先複習 然後 講到EMO 介紹完之後 我介紹了三位EMO界的傳奇人物 就是真的是傳奇那種 但是他們都是屬於因緣找世的感覺 的確他的歌是嗯嗯嗯嗯 我也覺得 就是有一種EMO的FU 對 終於沒有辦法 你終於領 那個 領悟到EMO的精髓了 如果我沒聽過的歌是看歌詞嗎 什麼意思 謝謝瑋瑜的木寶箱B級 謝謝瑋瑜的超傻眼貓咪 傻眼 我叫小山獅雨 好 小山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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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歌詞的話 就聽他前面是不是 就是他EMO的歌 都會有一種調調 就是讓你聽得出他是EMO 就是 最普通的判斷方式 他前面會用吉他 就例如那個 就是我出的那一首歌 他也算是EMO吧 前面 他會用 就是這種感覺 對這也是 Lil Peep的歌 Hi I'm Emo 笑死 好啦那 差不多講到 就是 三位傳奇人物 我介紹第一位是 Lil Peep 他也是我EMO入坑的人吧 然後他這個人也是EMO界的 就是他的死 把EMO這個曲風已經推到了最高峰 算是等他死後才有更多人才開始聽他的作品 他現在還是有陸續在出他新的歌 就是他還未發表的歌 就是都是請他媽媽幫他發的 就是還有唱片公司 然後到現在都還會有人在聽他的歌 所以我覺得他很厲害 而且還是更多人 就是可能你剛認識他 你也不會知道他 他已經去世了 對 我覺得這個超厲害的 Rookie晚安 就是還有跟XXX Tentacy還有 一樣 就是都是 你如果不知道他們的事情 聽他的歌 你會完全感覺不出來 他是已經過世的人寫的歌 可以說是英年找世的FU Rookie的確有EMO感覺 一些那些編曲配戲表 嗯嗯嗯 真的 冠虹晚安 今天晚安 晚安Rookie Saka晚安 浩宜晚安 好 我跟大家介紹完第一位 就是Leopip 他的歌其實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EMO 大家如果 就是不知道 還是不太確定EMO的話 你可以去聽聽他的歌 因為 Tentacyan 就是XX的歌 他還有包含很多很多的曲風 可是Leopip就真的 都是EMO 的感覺 他也沒有什麼R&B 然後搖滾的話也沒有很多 就是真的 就EMO這樣 OK 那我要 我來講 欸 Leopip 我來講 接下來的 下一個人就是 我介紹的第二位傳奇人物是XXX Tentacyan 然後 如果說Leopip是 就是把EMO的史推到最高峰 X就有點像是延續 就是Leopip在時候把EMO推到最高峰的那個 那個熱度 但是他也過沒多久也 就是過失了 這樣子 很可惜 然後 然後關於 那個 Tentacyan 關於XX的話 我有講比較多的 一個是 下雨天的 對啊 連續三天 我有講比較多的是 他在直播裡面講的那一段話 就是我覺得很棒 所以我分享給大家 就是他那時候說的是 他說 嗯 我可以再講一次 他說 就是 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 就是 這件事是我要跟那些 有在關注我的人 還有 現在在看我直播的人 這是我要跟你們說的 他說 我要告訴你們 不管你的夢想是什麼 你要確保 追隨你自己內心所相信的東西 而且是 對你身心健康 是好的 不要為了達到其他人的理念 而悲慘的活著 就是 你不會想讓自己的人生建築在別人身上 別人的夢裡 你不會想追逐那些 會讓你誤入企圖 會讓你 就是 陷入深淵的人 我們需要好人來讓這個世界運轉 我們需要好的父親 好的母親 我已經厭惡那些 說成為善良修水很酷的人 我們必須知道 就是意識到大家要互相扶持 因為如果沒有人幫助我 我也不會是現在自己 對 所以 那時候我就 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段話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意義 然後 X他也是 他的曲風非常非常的多人 然後 就是你在聽他的專輯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的 整個專輯就像在說一個故事一樣 我最近又開始在聽那個問號的專輯 大家可以去 有空可以去聽一下 我覺得他的 歌都很精彩 就是如果你以專輯的順序聽起來 我會覺得 就是你有真正的 真的融入他的世界 的感覺 我覺得很有魅力 對 這樣好棒 很棒吧 然後他還說 就是 如果 他直播最後他還說 如果最糟糕的事發生了 如果以後 真的遇到什麼事故 然後變成殘疾人 或是我已經不在了之類的 然後沒有能力去追尋我的夢想 那我希望至少孩子們能接收到我的訊息 而讓他們在願意接收我的訊息中 就是讓他們成為更好的人 我想確保 這個世界上至少有五百萬名的 孩童 因為我變得更好 這是他直播講一段話 那時候 介紹 X這個人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分享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 一年早逝 就是在 他 在他21歲的那一年 他就 遇刺 就是被槍殺 莫名其妙被槍殺 這是非常非常晚期的事情 好 這是我介紹的第二個傳奇容物 謝懷掌聲鼓勵一下 生雷的果汁 李采傑 李采 李傑 是李采傑 推 哈囉 MJ晚安 江漢晚安 BB晚安 CJ晚安 好可惜的啊 所以呢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 最後一位的 饒舌EMO界的傳奇 他如果說 好我要講個詞 就是如果 Leal Peep是把 他的死把EMO界 就是推上最高峰 如果X是把 就是Leal Peep的那個 燃燒起來的EMO的 熱度延續的話 那 Juice World就有點像是 就是在傳奇底下 即將崛起的 就是一個 很厲害的大勢新人 就是有點像跟在他們後面 所以他在 這時候要開始播嗎 這時候要開始播嗎 所以他這時候寫了一首歌叫做傳奇 Langes 然後來面懷 過世的兩位 就是Leal Peep跟X 就是過世的兩位傳奇 然後 在裡面寫 他寫了就是 人們都說他會成為傳奇 但是他說他不想成為傳奇 因為他還想要火下去 他還想要改變這個世界 他還想要 就是帶他的 就是他還想要保護他身邊的女孩 之類的 但他最後還是成為了傳奇 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就是 最後我跟大家介紹 Juice World這個 最後的 不是最後傳奇 就是EMO界的 有點像是 即將引爆的巨星 但是他 也還是不幸過世 對 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我就是跟大家介紹這三位 這三位 就是 這三位 這三位 EMO界的 傳奇的 比較知名的歌手 就是代表歌手 對 然後他們三個 也是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觀 Juice World是覺得說 就是 因為他自己有 藥物存飲的習慣 所以他 知道這些東西對他不好 他也很努力的想要改掉 然後很努力的再過自己的生活 就是他算是 把自己照顧蠻好的一個人啦 蠻好的一個人 就是比起 千兩位這樣 對 然後 他 但是他心意想就是 因為他知道他 有這些 之前有這些不好的習慣 所以他知道 可能他的日子也不久了 所以他就 想要在他 活下來的這段時間 就是 在他 活在這 在他活在這個世界上的這段時間 我剛剛講什麼 我剛剛已經當機 他希望在他活在這個世界上的 存在的時候 他希望可以寫很多很多的歌 然後做很多事 影響 世界上各式各樣的人 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Lil Peep 他就是純粹 透過寫歌來的 從他的 從他的 就是從音樂上抒發來獲得救贖吧 這是 Lil Peep 然後 然後他也希望 就是能夠有聽到他的人 就是跟他感同身受的話 他也會 覺得很開心 就是 會有一種就是 你不是一個人的感覺吧 其實就跟NF有點像 就是 這是他們三位 不同的人生觀 還有對音樂的 理念 他們都蠻酷的 然後 然後我現在在播的這首就是 Juice Ward寫給 他的前兩位傳奇 X跟Lil Peep的Langis 好 播完了 欸咻 那差不多講到這裡 就已經複習完了 就是 關於EMO 這個主題 大家還有印象嗎 不知道我今天 剛剛這樣講完 大家會不會覺得 喔 有種回憶都回來了的感覺 對 那我接下來呢 就差不多講完國外 那我要差不多來講 中文 我要來介紹嗎 就是 其實我只是想 差不多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外國有那麼多 那麼多 那麼多 當然除了他們三個 還有很多很多知名的 就是 唱EMO的人 但是 關於我們華語界呢 也是有唱EMO的人 那究竟是誰呢 那我就 跟大家 介紹 介紹這一位 就是 但應該很常聽到啦 就是陪你失敗的人 原唱叫帽子二三 謝謝大家 就是 他的歌也算是EMO 你們聽這個 音樂 他前面是以吉他為開頭 他的歌很好聽 我很常去聽 反正我就是 老日交的要辛苦 對 今天其實就是 幫大家複習 還有跟大家介紹 就是 其實華語圈也是有 很會寫EMO的人 沒錯 沒錯 我就是 就是 這歌詞聽起來就是EMO 這一恰愛的 陪你失敗 對啊 我超愛 脆弱 脆弱 是長的堅強 最不怕走 別走 別走 留下這個脆弱的我 對 這是二三的歌 大家可以聽 然後我很推薦 當然它是我推薦陪你失敗 但是我也有推薦另外一首歌叫 放過自己 這首歌也是非常好聽的 然後它有加一點電音 它有點像Future Bass的感覺 它算是Future Bass嗎 可是我覺得又有一點EMO的FU 什麼啦 可能就是Future Bass再加一點點的EMO 反正我就是 最後的最後 就是講完EMO之後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位 藝人叫Mars23 他也是Trash的主唱 他 他很厲害 他搖滾跟 饒舌都可以唱 對 然後差不多跟大家講完這樣 那 講到這裡其實EMO的主題 可能就要到這裡結束了 不知道大家 這樣子聽完之後 有沒有獲得一些收穫這樣 其實我自己在介紹這個曲風 我也是蠻開心的 因為EMO對我來說 除了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會去聽EMO的歌 有時候在聽到那些歌的時候 你會想 就是會被情勢渲染 然後想哭 就是 就是我覺得很多事情 都是好好哭一場的美式 然後也有 在聽的時候也會有 原來我不是一個人的感覺 然後也會有那種 獲得平靜的感覺 就是 然後也會有那種 獲得平靜的感覺 就是 我常心情不好的時候 也會去聽EMO這類型的歌 這個網路 就是我覺得 在我 前一陣子接觸這個曲風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好紓壓 很棒啊 我很喜歡這樣的內容也 因為你知道才會是這樣 曲風跟歌手 就是我個人覺得這個曲風 對我來說很紓壓 哇 哇 二三 呃呃 大家可以去聽 非常喜歡他的歌 們 有時候在覺得 需要安靜的時候 也會聽一下EMO歌 就會有內心獲得平靜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EMO這首歌讓我 就我覺得 蠻重要的是 它讓我發覺到自己 所以 我總就像我很喜歡搖滾樂 棒 就是每個人都 總是會有各式各樣的面向 就是我在認識EMO這首歌之後 我又 更加的發覺自己的另外一種面向 就是 在嘗試去理解他們的歌曲的時候 然後 對所以我其實 就是 前一陣子聽完之後 我就深深的被這個曲風給吸引 所以我就很想介紹給大家 這樣子的一個曲風 就是 這個EMO雖然在台灣 就是還沒有成為主流 它算是非主流的一個曲風 但是其實在國外已經很紅了 你們就看X還有Lil Peep 他們歌的點閱率吧 當然也沒有到 真的很 真的真的很主流 但是 至少也算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們這樣 大家都知道X 大家都知道Juice World Lil Peep的話就 就 可能有點太 太 呃 裡面都太久以前就是 對 但是大家一定都知道X Pose the Juice World Woo 就沖沖 Juice完安 其實我還蠻希望這個曲風 可以在台灣 越來越多人知道之類的 某一天 或許也可以成為 不到主流 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 這是Emo這樣 國內都晚了 真的才會蠻蠻有 嗯 就用Future Bass 聽完結晶結束 他帶回去聽IG那首支 Bass 聽完結晶結束 他帶回去聽IG那首支 對啊 永巴永巴 就是前面那個吉他 其實我吉他 我還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那是Emo 就是 看有沒有機會變流行 對啊 就是有沒有機會變流行小陣文化 像是那種獨立樂團之類的 好卡 寂寞大海的GTG 其實我覺得最近Emo有慢慢起來了啦 就是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那是Emo這樣 大家會覺得那是饒舌 就是阿越最近也越來越紅啦 所以我覺得Emo應該有慢慢在期待 主題曲 一場更為你寫這詩句 就覺得我沒有地方 好那我今天就這樣介紹完了 嘿 Emo的主題到此結束 要結束這個為期 好幾個禮拜的主題了 好啦就是 我這樣大概講一講 就是希望大家 真的有從這個主題裡面獲得一些東西 還有 知道更多的曲風 或更多的歌手 希望大家都能 得到一些知識 或是一些啟發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家聽到這裡 我蠻開心的 但沒聽過這麼詳細的講解的話 也不太懂 真的喔 喜莉莉在這裡 謝謝老師 喜歡KB當我是決心 看到決心優秀 點點滴滴 謝謝老師 那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把心得 打在限制動態然後飆我 這是加分題 不用寫也沒關係 但如果你寫我會 我會很開心這樣 所以這是加分題 大家記得把我Cover 分享到限制動態 謝謝 老師再見 小朋友再見大筆再見 爸爸 今天是比較多人直播嗎 反正人 好啦我會怕輸 因為EMO太無聊這樣 就是 其實我沒有想到 這個主題會這麼多人聽耶 就是我蠻開心的 因為我一開始想說 就是 這是第一次挑戰這種東西 你懂嗎 因為這種是 比較接近內心深處的 就是不同於 就是一般 這樣 平常這樣 的那種調調 就是 對 因為我之前都是播那種立志 我這次是真的認真在跟大家分享一個曲風 一個歌手 一個歌手 不是因為他 怎麼有多少正能量 就是當然 還是希望大家有獲得一些事情 但是呢 就是 那就是 這就是真的 不是說要給大家正能量 就是真的在跟大家分享音樂這個東西 所以我本來以為會 就是蠻少人聽 但是 看到這樣子我就蠻開心 是誰是我和你 for another time 我也想問我 今天經常有趣 就是 就是真的在跟大家分享音樂的東西 不是 分享正能量之類的 就是一些 對 比較音樂性質的 所以其實 會有人這樣 願意聽下去 我覺得 很開心這樣 是誰是我和你 for another time 羨慕我心心相應 心心相應 我的心 現在有點沒聽到 我再去補檔 好 總之呢希望大家都有 從中獲得一些事情 你看 對啊 這是真的 欸好開心 真的是真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音樂的東西 之前都是那種 就是比較跟大家 當然也有分享音樂 但是 就是我會故意跳那種 比較 都有正能量的東西 之類的 但是之後 但是最近 這樣子好像 就我中間有休息一陣子 然後 到後來好像 最近 我想要走風格是 真的跟大家很認真 分享音樂這個東西 對 我沒有很愛Rap 但Emo 恭喜我興趣 現在決心介紹 HELLO 不會啊蠻有趣的 畢竟有點類似直 Keyaki 以前聽這種介紹 但蠻無聊 但喜歡決心 改靈方式 可以喜歡米酒 希望大家都有得到東西 連這位都好像老師 喜歡這能量 謝謝有東西 幸運事業潮 什麼都好啊 畢竟 本來就不是永遠都是正能量 嗯 也是啊 但是畢竟我們本業還是正能量偶像 CKU 歡迎回來 嗨 現在阿咪的玫瑰 總之呢 我要說就到這裡結束 大家如果 加分題就是 希望大家 在IG上面 限時動態 然後 PO你們對於這個主題的感想 這樣 就是對於這幾次直播 聽下來的一些想法 如果可以PO的話 我會很開心 然後標我我就會看到 這樣 我會期待的 嘻嘻嘻 嘻嘻 讓客玩 恩 謝謝花花掌聲鼓勵 蝦米玫瑰 其實我很感謝你們 因為你們辛苦 才讓我們有正能量 沒有 其實我們也很感謝你們好嗎 沒有你們我們也不會在這裡 就是我們也 就是 你們也是我們的正能量啊 你們的支持也是我們的 正能量 對你們 對我們來說你們就像是 就是 某種 推著我們前進的 推動力 然後也算是一種光吧 就是當你在 覺得 失去方向的時候 想到你們就像是被 一道光指引 前方 的FU 其實看我很想耶 發很多 沒有啦發很多 發很多片啊 沒有啦這是加分題 這樣 因為捷徑才能 聽有故事的歌 不然覺得 歌真的太多愛情的事 嘿嘿 聽我的介紹就是啦 偶像跟粉絲是一起捷徑的 恩 真情告白 如果能 謝謝 謝謝謝忠哲 我剛剛念出來 如果能彼此這樣 真的太好了 讚 很高興這樣說耶 我們會 always got your back 謝謝你們 當你孤單 你會想起誰 想起你們呢 好 那我 差不多 就到這裡結束了 這次Emo主題是 這主題其實也 持續了一個月吧 一兩個 不是一個月 還是一兩個月 一個月多 我第一次講這種很大的主題 這算是一種新嘗試 因為我之前都是講 一首歌一首歌一首歌 這樣子 這是我第一次講曲風 就是 就像我前面說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音樂 這樣 所以我覺得 就是 開心一波 老師我們加分題 什麼時候要教 我覺得你們之後 一定會忘記教 所以 不知道 就是你們 這次加分題 所以我不會強迫你們打 就是畢竟也不是每個人都 就是有那個時間打 這麼多東西 當然我只是想 看大家的回饋 所以 就是 也很像是一種 問卷調查的感覺吧 就我很好奇 大家在聽完這些東西之後 真的獲得了什麼 或是 真的學到了什麼 或是 聽到了什麼 之類的 欸 都好像我們會忘記一樣 沒有啦 怕你們忘記啊 但我當然你們不會忘記 我只是提醒你們 老師你是不是有小笨笨 怕怕 小笨笨 我為什麼要疊字 小笨笨 對啊 當然有小笨笨 就在 我放在學校 小笨笨 小笨笨 能平均小帥哥晚安 能平均小帥哥晚安 小帥哥你來了 我剛好講完了另外一個主題耶 請告訴我今後怎麼靠 你 vos股頭 老師有逗了兩分數 沒有啦 就是紀錄你們的事情 愛之小愛面的乖 feliz晚安 我是爲reten 好啦 那我今天本來講說 我結束一某的主題 那我是蔡柏 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也不是這首歌是一個老師了吧 老師當我 當你的眼睛一直笑 當你的 今天晚安 當平均晚安 當平均找到一個晚安 這是我現在這麼妙妙的新之冠 謝謝讓客人看好你喔 謝謝切龍真情告白 她想要一首歌 你們一定知道首歌 謝謝日本的麥克風 謝謝中美麥的新之冠 新之冠 謝謝中美麥的鳳梨 好開心喔 什麼歌 謝謝米君分享 好那我要來介紹一下 就是我上禮拜其實有稍微講一下 就是李傑銘吧 等我一下喔 她最近呢出了一首新歌叫做 I need you 然後我想跟大家講 這首歌我也覺得很好聽 夏明君的珍珠 夏明君的純潔百合花 真是說那個對 她不知道 真是最愛的純潔百合花 然後這邊也是這麼突然 我最愛的純潔百合花 也還要試試看 誰可以 I need you my dear 好啦 那我 差不多來講一下 就是 他還蠻可愛 閃眼 差不多來小小的介紹一下李傑銘這個人 好了 李傑銘呢 其實這首I need you 算是他創作的歌曲裡面 其實他自己創作的歌有一整個系列 是在講述關於他自己的控制 還有他的一些 童年往事 因為李傑銘他其實 從小就是家庭可能 沒有那麼的完整 所以他 就是一直很渴望得到愛 但是 就是他 嘗試去信任別人 然後想要得到一些愛 之類就是想從別人得到愛 但是他 就是身邊的重要的人 對他來說重要的人 不斷從他身邊離去 所以導致他 這個人其實 沒有很多的 就是安全感 就是他的 在他心中像是一個波動 所以 導致他之後 就是對他的感情上面 還有他的生活 就是 對他其他人 就是他 用歌曲來講述了他的故事 就是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聽聽看 就是他有一個 控制 就是關於 就是他的歌 串起來其實算是在敘述 關於他自己的一個故事 然後 這首歌 I NEED YOU 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首歌呢 算是 這一系列的總結 就是他說 他出完這首歌 就不會再出 這一系列的 歌 然後這首歌就交代了 關於他自己 控制於還有一些安全 不安全感的 原因 為什麼會有 控制於 然後為什麼他會 就是 對人生活會有那麼多疑問 或是 為什麼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然後 以及他最後是 怎麼面對這些事情 這首歌是 控制於的中章 就是 他在講述他自己 心中的一些 掙扎的 最後 一首歌 他說的 然後加賀大三喜 小姨歡迎回來 DJ萬晚安 對 然後我今天 差不多就是想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首歌 張志祥晚安 楊公公晚安 TABITAIRO TABITAI LAN 晚安 晚安 剛剛手機當然要重開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 那大家這樣子聽完之後 有稍微進入一下那個狀況了嗎 今天一小時嗎 算 其實今天是一小時 但是 欸 不對 今天好像是 不 今天是一小時 但是沒關係 因為 通常禮拜是要介紹歌的時候都會假班這樣 但每次啊 我覺得跟大家介紹很開心 謝謝楊公公的追蹤 楊公公以後常常來看我喔 楊公公 我現在介紹一首我很喜歡歌叫I NEED YOU 然後順便 講解一下我自己的 呃 就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我想法這樣 呵呵 講一下我自己想法 好啦那我要差不多講一下他的歌詞囉 他的hook hook就是唱歌的地方 印象最深刻 他的 就是 欸 我重播好了 開 好 然後來到了第一段verse 他說 最愛的人容易最變恨的 最愛的人無一取鬧怎麼變最笨的 氣憤者疑問者 怎麼冷眼瞪著卻說自己在整段的悔恨著 我想保護我最愛的人 可我卻扭曲他的好處變最爛的人 最愛的人 曾經常曾經的曾經 結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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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不安全感控制 好啦那我差不多講一下第一段主歌的部分 切爾東換一回來 怎麼會是跑來跑去啦 還是滑出去 小愛晚安 他第一段他就說 就是我 說的這首歌其實算是他的最終章 就是關於他自己的一些問題就是 控制還有一些不安全感 到底是 從哪裡出現的 然後為什麼他會這樣 然後還有他最後怎麼面對這件事 他怎麼 知道自己這個情況 他就是在講述他自己內心的一些事情 這是終章 那我差不多就來講囉 究竟他為什麼會 有這些情緒 然後還有他是怎麼看待他心中這些情緒呢 就先從第一段開始 好 他第一段說 第一段歌詞 就是verse 1 主歌 他說 最愛的人容易變最恨的 最愛的人無以許鬧 怎麼變最笨的 然後他氣憤的疑問著 我勝了最後的耐心 然後脾氣太硬 怎麼冷眼瞪著卻說自己在整頓呢 然後悔恨著 他說 我想保護我最愛的人 可我卻扭曲他的好處變最爛的人 反正在人眼曾經想曾經的澄清 他結果是藉口在騙我自己 就是別面對自己的不安全感控制欲 他前面其實就是這段歌詞在講述 關於他自己的控制欲 就是 他的控制欲會導致他身邊出現很多問題 就是他 會對他身邊的人無理取鬧 就是例如說 他可能女朋友就是 沒有 沒有到 就是 沒有到就是 無時無刻都在他身邊 沒有無時無刻的報備之類 他就會 開始最愛的人 就是最愛的人 因為你會很怕離開 所以你很想要把他牢牢的抓緊 所以他就是有時候會 對這會變成一種無理取鬧 所以他就說 最愛的人容易變最恨的 然後無理取鬧怎麼變最笨的 但他很氣憤的疑問著 為什麼 他總是跟他自己最愛的人出問題呢 然後 出問題之後他 就是用他剩下的耐性 就是脾氣 就是他就 用他剩下的耐性這樣問著自己 然後包容著別人 其實也不算包容 只是因為 對方可能沒有真正的做到 就是讓自己 填補自己內心很大 控制的安全感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怎麼冷眼瞪著 卻說自己在整頓呢 悔恨著 他就非常討厭這樣子的自己 就是很悔恨這樣 然後他之後就說 我想保護我最愛的人 可是我卻扭曲他的好處 變最爛的人 然後犯罪的人 也曾經想誠心的澄清 結果是藉口在騙我自己 別面對自己的不安全感 控制欲 對 所以他前面就是在講 蛤 折瓜 先去洗澡 好吧 折瓜 掰掰 你會挑記得來看我折瓜 然後還有記得分享我的影片 真容易打字倒一半就跑出去 尷尬 沒事啦 謝謝瑋瑜的順衣草 他前面就在講說 他心中的不安全感跟控制欲 為他的周遭造成了很多不好的影響 就是他 會傷害到他最愛的人 就是 最愛的人容易變最恨的 對 他總是因為這些事情 然後傷害到他身邊最愛的那些人 他們都非常非常的愛他 但是因為他心中的 就是可能 不完全感沒有辦法被 他們的愛的方式填補 所以 他就會開始 嘻笑 之類的感覺 就是 我不知道 其實我當下還是不知道怎麼 明白說明這個感覺 但是我其實可以懂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講出來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不知道大家可以理解我的話語這樣 好啦 那我要繼續 接下來下一段 反正前面這一段就是在講 關於 他心中的不安全感 就是那些扭曲的想法 帶給他 就是 他很悔恨 他自己在傷害他最愛的人 這樣 好 那我繼續 哭聲脆弱的想我生不知些 他是第一也是 他走了 身邊摧毀我第一次信任 成了心中不信任 就盡了沒印證的氣氛 快好換回來 再嘗試信任 我信任我爸 我不想長大 總是找話題 想找他講話 是一種牽掛 sorry 我聽到 我聽到 身後無精的對象 今在我心中先換人 我 我 我只是難過 我用那姿勢還是 好 然後這一段歌詞 其實就講了 關於他的 心中的不安全感 跟他的控制 是怎麼 跑出來的 那我就 差不多 要來 講一下 囉 那關於他的第二段 講了什麼呢 他第二段的時候 就開始來講述 他自己的故事 他前面就說 他的不安全感 跟他的控制 就是已經深深的 擾亂了他的生活 他總是 他知道自己身邊 需要一個愛他的人 配著他 他是也非常需要 被理解的人 但是 他總是 會因為 自己扭曲的內心 而傷害到 他自己最愛的人 就他自己心中 一些想法 這樣 好然後 接下來這一段 就要開始來講說 他為什麼 究竟為什麼 現在會變這個狀態呢 接下來就是 要從他小時候說起 他就說 我出生在這個世界 然後我用著哭聲 脆弱的向我生母致謝 他是第一 也是唯一 必須用依賴的心態 然後我親愛的心脈 也是一切 兵敗的侵害 他走了 順便摧毀了我 第一次的信任 成了心中 不信任的定論 沒印證的氣氛 然後 心中的矛盾 逃避 都饶了我吧 所以我聲音 都別在議論 別忌恨 就是其實 他從 他之前有出過一首歌 是關於他家庭的故事 他跟他的媽媽 對 他有出過那首歌叫做 他是個孩子 他是個孩子裡面就有講到了 他跟他媽媽的關係 就是 他媽媽其實 對他來說 就像是 就是他媽媽是一個 沒有辦法真正 就是理解他的人 所以他其實 還蠻孤單喔 他媽媽也是 因為某些事情就是 就是他可能 CJ晚上好 就是他媽媽可能 就是 對他來說 可能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他完全是怎樣 但是 他媽媽就是以某種形式 離開他身邊 所以他就是 很失望 就是他 最信任的人 就這樣 離開了他的身邊 然後也因為這樣 他第一次的信任 就這樣被摧毀了 就是 因為他媽媽是 第一個 就是 也是唯一 必須要用依賴的心態 對待他的人 可是他依賴的那個人 卻 離開了他 就是傷害了他 所以他就說 他的 就是我親愛的心脈 也是一切 兵敗的侵害 他走了 順便摧毀了我第一次信任 然後 心中 成了心中 不信任的定論 就是 從這裡開始 就是他開始 漸漸的不再去 信任別人 就是他心中 開始 感到矛盾 他就說 心中的矛盾逃避 饒了我吧 然後他希望所有聲音 都別再議論 別記恨 然後下一句他就說 快點撕開心房 再嘗試信任 然後 他在經過第一次的收藏中 還是想嘗試去信任別人 所以接下來就是 我信任我爸 我不想長大 我不想長大 總是找話題 想找他講話 是一種牽掛 可惜 但可惜 蠻不過的是隱藏的變化 我走到九歲 我守候的一切是否 像九後的一夜都不見了 對 然後 你親的那人 是你心的心上人 稱呼母親的對象 盡在我心中先換人 我只是忌妒 他要與我分享你的愛 我知道你還是愛我 我只是難過的是 我用的詞 只是還是 我用的詞是還是 就是他爸爸可能 再婚吧 就是其實從這個歌詞裡面 看起來是很像再婚 但其實他有別首歌是在講 他的故事 我覺得大家有 真的想去完全理解的話 可以去聽 認真聽聽那首歌 叫做 他是個孩子 但是我今天先講這句話 就是 因為他家庭的因素 所以 我好想睡 就是因為他家庭的因素 所以他可能 就是對於他的信任 就是 跟不安全感 就是 慢慢的 有在浮現上來這樣 反正這一段就是在講 為什麼他心中會有那麼多的 就是 為什麼會開始有扭曲 就是因為 有這個淺音 對 反正就是這段要講的 這段就是在講他心中的 掙扎 別欣然 一個病人 我心中要太多疑問 這欣然 一起病人 我是我會 雖然就是講他內心 那個誰就離開 我只要我集合誰 那個誰就存在 我無法控制我的控制欲 很諷刺的我 安全我卻貪心得到愛 我無法專心割到心脈 貪心所以期待 一再被愛影響心態 關心都變奇怪 我 我 但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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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覺得自己扭曲了內心 他說 我 我 只要我信任誰 那個誰就離開 我只要我既恨誰 那個誰就存在 我無法控制我的控制欲 但是很諷刺的是我重視的是 擔心內心的安全 我卻貪心得到愛 這段很 其實很 真實 就是 其實控制欲 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的解讀是 控制欲是一種 恩 因為我也算是一種 就是很 算是還蠻缺乏安全感的 所以我 很能理解 控制 但是我自己 內心的想法是 我覺得 自己有這樣的想法是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 就是自私的 也是到非常 就是我自己覺得這樣很自私 因為 我很希望 可能某個人就是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 非常需要 就是陪伴嘛 之類的吧 就是 類似朋友吧 其實就是朋友啦 就是我會發現我 自己會這樣子也是大概 滿久之後 大概幾個月前吧 就是 就是 我覺得大概應該多少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 我是一個非常需要 聯繫的人 你們懂嗎 就是人員之間的聯繫 就是可能 你如果一陣子 沒有跟我有聯繫的話 我就會覺得 就是 但是也不是說 對啊 對才有你們啊 習慣就好 就是我是一個非常非常需要聯繫的人 然後我會很希望 就是 我覺得我很重視的那個人 可以 常常 就是 聯繫自己 就是一直聯繫自己 一直聯繫自己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跟我一樣 這種感覺 我也很希望 我自己覺得很重要的人 會 可以一直聯繫自己 一直聯繫 就是 那個聯繫感還是可以在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 然後當對方跟我沒有聯繫的時候 我就會心裡 就是會想說 他是不是就是覺得我可能沒有 可能沒有 那麼重要了 然後他可能就是不愛我 之類的 就是 對啊 我也非常需要聯繫的人 對 但是 其實每個人 愛別人的方式都不一樣 但是我會很希望 對方用 我覺得的那種方式去 去對待自己 然後這就是有點 像是 就是跟他說 就是你可能要 做到這些事情 就是我希望可以這樣這樣 但是 就是 這會變成一種控制 懂嗎 就是會 活得很緊 就是每個人都有 他自己 愛 就是他自己 表達愛的方式 就是每個人 表達愛 可能 對某些人來說 就是一個擁抱 或是 一個握手之類 或是 一些肢體動作 就是他表達愛的方式 或者是 某些人可能覺得他 他久違的 就是陪你吃頓飯 然後 聽你大聊 特聊 就是他愛你的方式 就是他聽你講話 就是一種愛你的方式 但是他平常 不見得會一直陪在你身邊 不見得會一直聯繫你 對 然後 這總之就是 要對方配合自己 我就覺得這有點 到控制欲的部分 所以我不會 特別的希望別人 就是我 就算 雖然我總是說 就是我希望別人 可以常聯繫我 但是 但是就是 也不是每個人 的 方式都是這樣子 就是 會因為這樣而懷疑說 啊這方是不愛自己 然後或是怎樣 然後就會 開始問他就是說 你最近是不是覺得 我沒有跟你那麼好 之類的 但是其實沒有 然後就可能會傷到別人心這樣 對 就是 控制 非常糟糕的事 所以他這個歌詞就寫說 我只要我信任誰 那個誰就離開 對 就是因為 太心仁他太愛他 所以希望他一昧的就是 陪在自己身邊 然後當他有一點點 就是 小小的不一樣 或是 覺得 沒有辦法用 就是他的方式 沒有辦法 填補到自己的 安全感的話 就 會覺得是 就會開始無理取鬧 就像第一段講的 然後 就會造成對方 可能會有傷害之類的 所以他這段講說 我只要我信任誰 那個誰就離開 然後相反的 他就寫到 就是 我只要我記憨誰 那個誰就會一直存在我心中 他說 這個 李傑銘就說 他沒有辦法控制他自己的控制 但是 很諷刺的是 我重視的是 擔心內心的安全 然後 貪心得到愛 對啊 就是 因為很害怕 就是 心中的不安全 還有就是 害怕對方 可能不再愛自己了 所以就想要用一些方式 去控制對方 找他勒索在自己身邊 然後 一些無理取鬧 但是就會傷害到 自己最信任的人 然後那個人就會離開這樣 這段歌詞講的 然後他說 他沒有辦法 專心割掉心脈 貪心所以期待 一再被愛影響心態 然後 關心都變得奇怪 我其實一直信著愛 能讓以前的傷 不再是遺憾 但或許愛是一種絕症 而我早已罹患 這段就在講說 他即使再怎麼的 想嘗試 試著相信別人 但是他自己還是做不到這個 狀態 所以他就說 或許愛是一種絕症 而我早已罹患 然後最後他在用hook 唱出自己的心聲 就是 我希望你就在這裡 然後 一直在我的身邊 就是我需要你現在就在這裡 就是我需要你現在就在這裡 感受在哪 就是這首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首歌的 I need you 我很喜歡這首歌 然後 他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 這是我今天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 不知道大家聽完有沒有什麼想法之類的 我知道 謝謝你們 對不是說要想活 但是自己真偽想 對對對 這也比較重要吧 永遠很虛幻 不如珍惜當下 有夠浪漫 我們 我們期間可能是永遠 我想說孤魯派 以前我也這樣想 但後來覺得或許沒有關係 都有它該存在意義 不會啊我個人覺得 寂寞寂寞就好 我寂寞寂寞就好 再一講吧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首歌 小黃冠 情緒那首 所以應該已經懂是我們了 小溪換回來 他要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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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反正就是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首歌 然後也跟大家小聊 小小的心影交流一波 對 大家不要安靜 怕爆 怎麼突然一個安靜 但是 這其實也不算什麼情緒熱索 但是也算 有一點點算 為什麼怕爆 有感動 我剛剛只能講出東西等等會仔細撕開 因為不曉得要說什麼 其實也沒有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首歌 我覺得蠻有意義的歌 我都會想分享給大家聽 那今天的直播可能 希望解釋之後能開這種 聊內心主題 然後想去思考 思考一波 太過貼近 就是有點勒索感 恩 因為希望 但並不是要搶破破一點 恩 但是這首歌其實就在講李傑明 他自己內心的掙扎 就是他對他的控制 其實我很能 就是我很能理解這首歌 為什麼這首歌 理 理 理清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最近蠻喜歡聽這首歌的 還有他結尾的那個和聲很好聽 苦惡有奶歡迎苦惡來 怎麼跑走 好謝謝大家聽我講這些 就是 我覺得這次講的真的蠻內心的事情 也算 算再更內心一點吧 加油晚上好 解釋好 好我要來念排名了 第十名是兩光 謝謝兩光 謝謝兩光 第九名是 陳瑜 謝謝陳瑜 第八名是 中和喵喵 謝謝中和喵喵 第七名是 切耳東 謝謝切耳東 第六名是 壞壞 第五名是 默默 謝謝默默 第四名是 草莓獎 謝謝草莓獎 第三名是 鮪魚 謝謝鮪魚 然後第二名是 中澤 謝謝中澤 最後最後是第一名 日豐 謝謝日豐 謝謝日豐 謝謝大家 謝謝 其實我覺得這種理論 理論 什麼理論 可以套到很多事情上面 就像是 我知道你們 就是我知道大家 還有我自己身為一個粉絲 我知道大家一定都會 可能要是某天 會有 就是 轉推的一天吧 但是 會有私心希望大家可以 永遠都陪著 就是 可能希望我永遠是你們的神推 或永遠都是你們的推這樣 但是這個不可能 這個是 可以套在這上面 大家可以自己想想看 嘿嘿 送一個包包糖 熊貓晚安 欸不是熊貓晚安 小位 Jack晚安 什麼 隨便就會發生的 對啊我是說 我是說如果可以套在這上面的話 但是 但是當然不會就是 不會那麼容易就發生 對 就會針退 欸 心有氣氣 也 也不是 也不是不可能啊 主播每個人想法都不通 嗯 其實我超怕講錯話 聲音導師來的 施壓優王安 這一段我突然有感到發 突然有感到發 沒有是因為在講這首歌 也許我啊 但是 但在我能在的時候 我都會在 我相信大家的時候 對啊 我很相信你們會 一直陪在我身邊 但是我知道 就是我自己是覺得就是 因為我之前好像很常講欸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每段相遇都是有意義的 就是我覺得 不會有人平白無故的 或是 可以無人無故 就是無人無悔的 一直 待在你身邊 所以會想要 珍惜每次相遇 就是每次的 相遇 就是還有珍惜每次 你們陪在我身邊的時間 對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是我的想法 就是 你知道嗎 你還是該不會有 我自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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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 謝謝家嫂 免費是很特別的 對啊 就是默默的陪伴著 有一天不然回首發現大家還在 對啊 這樣會很感動 當然 我一直推薦新的 我是那種不經意放大方 我是那種不經意放大方 就會帶到最後的類型 謝謝大家 我愛大家 我的通心粉們 還有在看我直播的你們 就是我都是很珍惜的 我都是很珍惜你們的 這個樣子 笑死 願意 真名利 晚安 大默默姐姐 你有聽到嗎 Tabby太郎 謝謝Tabby太郎 去CX好 會盯著解心的 為什麼要一直笑死啊 為什麼要一直笑死啊 你是進來刷笑死的嗎 喔沒有 喔NO 所以是來刷就是 那個罐頭語的嗎 哈囉明利 雖然不是通心粉 但是一直很喜歡你的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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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克 差點唸小灰心 謝謝 夏克 就是就算是關注我的我也很感謝你們的關注 其實關注我會好好珍惜 因為我知道就是在茫茫人海中能夠對到眼 這是一件非常命運的事情 就是得來不易這樣子 我就是我就是個人 我就是個人 個人如其名的 茫茫一直陪茫茫茫一直陪伴 我覺得蠻好笑的 欸這很有梗欸 茫茫一直茫茫陪伴 什麼告白照的什麼 我現在很怕罐頭裡面藏著 跟表面不一樣 我才不會勒 謝謝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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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後的你們也會繼續陪在我身邊 希望五年後還是能夠看到現在的你們 雖然我沒有特定推薦 但是我在這裡就是看到解信光芒 聽不懂是光嗎 群歌 群歌 烈光 你看人家都默默的在陪伴著你 你別擔心啊我知道啦 默默 欸我覺得這名字超有梗的 默默默的陪伴著你 默默默的陪伴著你 我去改名一次 一直 會的 你們笑囉 打勾勾一波 希望五年後還可以看到你們 應該是反過來 想 好 五年後大家對決定愛跟你的身高養肥 當許連對五年後都還沒到耶 五年後 五年後啊人物 你知道我一開始想很 我一開始想十年 我想說十年會不會太長 我這樣好像毀了那個氣氛 我說我本來想講十年 但我想說十年會不會太長 十年我不知道我是 十年我幾歲 二十 七歲 二十七歲 笑死 現在你們真的在看五年後的期待 是哪個期待 是這個期待 十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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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認識你 你不屬於我 我們孩子 一樣 改字 好好 我改名 Andy 我現在年紀 然後我的十年之差呢 你超擠 美手手歡迎回來 我 still 我都二十六歲 拜託 十年後我要二十六歲了 所以哈囉 好 五年後 五年後 我本來想說是三年後呢 五年 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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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怎樣? 大家可以自爆年齡嗎? 現在是發生什麼事? 那這個傑欣會有多高呢? どこかでさくらの花火 好好好 都長都會陪著你啦 さここう 真是沒有一個刻意是給文言後自己剩 對 剩兩年了 不知道實現了幾個 我等一下直播完再去回顧一下 10年後跟傑欣一樣 10年後跟我一樣啊 10年後跟我一樣 現在的我一樣嗎? 10年後跟現在的我一樣 什麼? 喔 是10年後跟我那時候一樣 還是10年後跟我現在的年紀一樣 如果是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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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鮪魚 我要開氣者會 深感 對於把鮪魚的年紀搞恨我